很残酷的事情要发生了 iPhone 14 drop test 帮我丢这台手机 丢丢丢 真的开不到机啊 我不懂这个是不是第一个手摔iPhone 14的人 但是这个是全马第一个送14的人哦 就是我 嗨 说现在我们来到了云顶 本来我是打算在KLCC啊 Bukki Binang 这种地方高高丢下去 或是给Lori 碾一下就好了的 因为YouTube上面很多这种很奇怪的嘛 但是我突然想到 我觉得一个普通人 不会无端端特地去这样子跌手机的 无情力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今天我决定来做一个 比较接地气一点的drop test 等下我会自己摔 不是 等下我自己摔你们就讲我假假 我找路人摔 然后一起来看看它会怎样 Rhinoshu家的Solid色保护壳 我们跳这个蓝色 因为等下摔的时候 比较好容易捡回来 它这个镜头框跟这个button 都是可以自己customize 自己换你想要的颜色 OK 现在我们把它换成黑色 把它拆掉 你不要黑色也是其实可以换白色啊 各种颜色都可以 按键其实我们也是买了很多颜色 有红色有青色 要换也是可以啦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要换钱 白套了各位 这个名字已经起来过来过来 Rhinoshu家的这个Solid色 其实它是有超越军规级别的防摔能力 而且你拿在手上也比较防滑 它套上去很容易 拆下来也是很容易的 然后还要贴买这个Rhinoshu的3D Impact Screen Protector 这个我愿称它为史上最容易贴的Protector 手残入我都可以贴 把它框住 对准准 最关键的一步就来了啦 它这边有一个Tap 1 还是Tap 2的字 把Tap 1撕掉 这边有一二三个洞 对准上面这个一二三 对准那个洞 往外的推 往上的推 实际出来的力气推 耶 黏好了 完全不用怕对不准的情况发生 而且他们家的 除了这个透明的 还有一个雾面的 还有一个反规的 黏了之后真的是比较不容易摔坏的 有了Screen Protector 有了这个Casing 这样我们就插一个Lens Protector 黏了它就万无一失 把镜头骂干干净净 就把它脱掉 然后 把它盖上去 先讲一个东西 如果今天之内我没有把它摔坏的话 这样我另外一台这个 iPhone 14蓝色 就把128GP我就把它送出去给你们 怎样参加记得看Description Let's go 怎样才算甩不坏 就是到开不到机的情况下 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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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找路人排之前我们先自己test个两次先 先自由落体啊 自由落体 没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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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这是自由落体 是ok的 这样我再拆试一个 3 2 1 哇 我的屏幕超像 啊... 有事吗朋友?你 没有,没有报,没有报,没有报 镜头没有事 往死,往死,往死 这样子丢的都没有事,这样我们可以找路人了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 就是 帮我丢这台手机嘛 咦? 来吧,去吧 哇,你也太狠了吧 这个很够劣耶 没事没报,没报,没报,真的没报 我没有想到第一个人就那么的狠 刚才的力度是足以丢到这样子 夸张的他 你跟他讲可以丢下来可以 丢丢丢 他讲这个以为是我前男友的手机 里面已经是棒了少少的啊 这个是棒了的 但是他刚才的那个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我直接吓到不要吓他吓到5 我吓到 screen是没有事的啊 screen完完全全是没有事 5倍1倍Portrait Mode 马来西亚最强的科技YouTuber是谁 3倍 谢谢谢谢 谁要给 刚才是谁要给我合照 全部 全部 几岁 8岁 8岁 你懂姐姐是拍什么video的吗 介绍新的产品 这样你知道iPhone现在出到第几代吗 14 你有看过iPhone增机吗 有 你们现在有什么手机壳 Machine介绍的 OK这样子 你拿着 你看一下这个K线你觉得你会喜欢吗 我没有 我觉得他就是递不破你要介绍 Ryno 有很多人介绍这款手机盒然后讲 你摸摸看起来的手感 防摔 有坏吗 没有完全 完全没有列 他的表情好可爱啊 OK妹妹这样你现在 你帮我 那高高丢下去 上手坏了 有坏吗 推推看 没有事没有事 OK 已经玩到没有东西可以玩了 我要站在真中间 然后一丢上去等全部人看住我 看有没有吓到人 他吓到了 找一些比较有空的 然后趴在那边看风景的那些 吓到人了啦 吓到人了啦 骗我丢手机 然后再骗我 签名 卖爱心笔 你现在用这什么手机 小米 Vivo Vivo 你用Vivo 这样你们知道iPhone现在出到第几代了吗 14 14啊 可以摸摸看 告诉我一下这个手感 然后我现在套了这个手机壳 然后你们也可以讲一下 大概那个手感是怎样 有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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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做这个Drop Test的测试 其实 平时就是平时你普通跌手机 不是有床的 但是有床 你现在想象它有床哦 对啊 走啦 走啦 你会怕吗 不会怕 因为不是你的 为什么你也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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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开不到机了 刚才开不到真的是怕了 那我们刚才是谁丢的 我不止他的电话 我指谁好 没有事啊 还可以拍照 你刚才还可以拍照 可以 不用担心 这个不是你丢你陪那个节目 做个最接地气的Drop Test 就是平时我们跌手机都会从坐纸 或者是椅子跌的嘛 我们就做这个最基本的 你过来 哦 哪里 Siri都出来了 壳都没有事情耶 OK 今天的iPhone14 Drop Test 太太太 太成功了 完全没有事情耶 我iPhone14还可以开到机 然后那个壳也没有什么坏的 证明Rhinoshu的这个SolidSuit防暴格 真的是可以保护你在热场生活里面 意想不到的各种意外 而且它有很多配色 还有很多独家联名款可以克制 然后镜头框跟这个Button 都是可以自由的搭配颜色或者是更换 另外除了这个SolidSuit之外 Rhinoshu也有那个支持MagSafe的ModeNX 还有Clear Case款 它的磁吸力哦 是超过Apple原厂的两倍以上 关于MagSafe 你们可以看我上一支影片 OK 看到最后的你们 现在我就要把这一台iPhone14蓝色版送给你们 那怎样参加呢 就是我们要like这个影片 share这个影片 然后在comment告诉我 你人生中最悲惨的帅机经历是什么 但是这个giveaway只限在我的Facebook 而且得奖者也会在我的Facebook公布 更多详情记得看Description啊 所以如果你们也买了新的iPhone 准备买新的手机壳的话 大推Rhinoshu家的手机壳 非常非常防衰防暴 尤其是这个SolidSuit 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手机 这个可以在Rhinoshu Asia的官网买到link 我就放在Description那边 记得用我的Promo Code有折扣哦 而且我这个影片发布之后的两个礼拜里面 会扣15% 过后就只剩下10%了 所以你们快点去买 而且我要告诉你们 Rhinoshu的保护壳是有终身保护的哦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这个影片记得点赞分享留言 我是可恩 下次再见 拜拜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drop theft 啦 OK Bye